赛琳娜和比伯于日前分手 虽然在这之后赛琳娜在欧洲玩得开心 但是我们的比伯好像并没有从分手中走出来 据媒体报道 比伯依然爱着傻脸 并在等待她的回归 称比伯希望可以等傻脸回来之后与她共进晚餐 希望生活中可以拥有她的陪伴 比伯已经中了她的毒 她不能没有傻脸的陪伴 据悉自分手后 比伯虽然有出席活动和外出 但是可以明显看出来她有些憔悴